大家好,这里是龙话说剧,我是扇哥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西班牙神剧《纸超屋》的第一季第六集 回顾上一集,莫斯科夫子想给秘书取出子弹 丹佛只能去投外科医生的手术包 秘书听说经理受伤后可外心疼 认为是自己害了他 没想到,经理也早已决定回归家庭 弥补结婚多年的妻子 拉克尔派副图查混进医疗队进入大楼 却没想到,反被劫匪摆了一道 故事紧接第五集 现在是6点30分 距离劫匪进入大楼已经过去了33个小时 自从决定让外人进入大楼后 小羊膏就被单独控制起来 因为他是保证劫匪安全的重要人物 大家不敢掉以轻心 负责看守的依旧是李约 两人年纪相仿 话题自然也就多了起来 小羊膏告诉他 小时候爸爸总带他去野外打猎 但有一天 同伴的枪走火 打在了爸爸的后背上 他差点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 从那以后 那个画面总是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即使过去很多年 依旧是自己的梦魇 李约听后 立刻将怀里的枪放在一边 只不过 当他回头的时候 小羊膏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 别闹小妹妹 快把枪放下 里面又没有子弹 何必呢 随后又掏出一把短枪 将小羊膏制服 既然给你脸不接着 就没必要再客气了 随后用电话线将他绑了起来 另一边 医生正在准备给经理做手术 还好子弹只是打进锁骨 没有伤及到重要器官 但佛没有时间听他们磨叽 拿枪督促医生快点干活 因为秘书流了很多血 还等他的手术刀救命 而柏林却不许医生给经理用麻药 他想让这个一直都不是很老实的男人受点碎 无奈医生只好使用局部麻醉 一针下去 经理痛到面部扭曲 副图察拿出一个钟表摆在桌上 说是记录麻醉的时间 实际上是怕错过拉克尔定下的行动时间 画面一转 两名特警已经进入管道 他们必须按照指令持续25分钟 然后戴上面具潜入大楼内 如果出现问题 管道内就会多两具尸体 经理在手术期间全程清醒 柏林还在嘲笑他搞错名字的事 谁知道这家伙恬不知耻 说两个自己都爱 佳花和野花之间很难抉择 既然柏林没有这种厌佛 就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别人 死到一边厦门去吧 二渣对话 柏林明显处于下风 这时丹佛也顺利拿到手术刀 却不小心将灭属的爱心纸条掉在地上 被细心的内罗比发现后 神不知鬼不觉将其踩在脚下 秘书还在持续高烧 昏昏欲睡 只有提到孩子的时候 他才强大精神支撑 莫斯科见此 将初为人妇的经验讲给他 作为一个家长 会有很多麻烦 更要承担很多责任 孩子生病要细心照顾 不能去酒吧狂嗨找姑娘 到了上学的年龄 更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人中龙凤 当发现天才只是凤毛麟角 自己生的只能算蠢蛋时 标准会降低 平安健康 不打架不斗殴 不违法乱计就好 实际上丹佛连这个小愿望 都没能满足他 从小学开始 不知转了多少学校 直到妈妈的离开 丹佛像是变了一个人 不再抽烟打架 还极为孝顺 说到这 莫斯科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而秘书却脑得一歪 昏死过去 还好丹佛及时赶了回来 并拿回一枝麻药 但这玩意渣渣 他属实不知道 莫斯科见他颤颤巍巍的怂样 说了句 还是我来吧 扑斥扎在了秘书的山口附近 五分钟后正式手术 与此同时 精力的子弹也成功取出 柏林故意让佛多查给他缝合 因为他早就知道对方身份 故意刁难 所谓隔行如隔山 让他再打出一个同样的血窟窿 应该比缝合更容易 只好说 环境影响 身体不适 想吐 管道里 两名特警像肉蛆一样 向前蠕动 距离入口还有两米 教授也发现莫名信号干扰 猜测到有人在暗处行动 立刻给柏林打去电话 尽快实施B计划 柏林离开前 让同伙把副图查带到卫生间 吐步出来 就把他的头按在马桶里 内罗毕终于有机会把纸条捡起来 看过之后 才知道秘书没有死 随后来到二号保险库 听到里面有人说话 打开舱门后 和丹佛持枪对峙 但让父子俩意外的是 内罗毕并没有打算举报 而是接下来莫斯科手上的烂摊子 为了救活秘书 他小心翼翼地用尽一切办法 当副图查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 一颗心瞬间沉入谷底 大厅内所有人都换了面具 玩犊子了 两名特警戴的可是达利面具 他立刻意识到 这次战役又输了 七点指定是不能等了 抓紧时间回去报信才是王道 他一脸淡定穿过大厅 出了大楼后撒牙子就跑 当副图查把消息带回来后 拉克尔却因信号被干扰 联系不上两名特警 他如作真真不停喊话 就在等特警戴上面具 要进入关键的时刻 终于收到了撤退命令 教授通过副图查眼睛上的窃听器 听着敌军阵营的慌乱 笑出了主角声 随后通知劫匪八仙 B计划起了效果 警方的人正在撤退 教授如同狮子王般掌控一切 又如同狐狸般狡猾 大概是偷学了孙子兵法 此时放上一曲音乐 无敌是多么寂寞 其实教授确实不善社交 除了策划抢劫外 几乎一无用处 他完全不像克拉克·肯特和超人 大概是因为他整个童年和青春 都在医院的病床度过 那时唯一能做的 就是和护士聊天与探书 指控室这边 特警将面具摔在桌子上 所有人都很沮丧 谁也不知道下次行动 他们会用什么样的面具 教授听着他们讨论 如亲临现场一般 每个问题都回答得谨慎认真 但很可惜拉克等人却听不到 从他的自言自语中得知 劫匪八仙 要在大楼内待上9至11天 而拉克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会知道警方所有行动 因此决定从头里 任何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每个人都要想清楚 自己和谁说过话 见过谁 重要的是能不能从这些人中 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教授听到这 似乎有点紧张 拉克决定将八频道 作为人质危机频道 教授把重要的细节 全部记在本子上 大楼内 内罗币还在排版 钞票编码 不管局面怎么乱 一刷不能断 李约给人质们送满盒饭后 居然发现一间屋子里有电视 劫匪八仙聚集在一起 特别想知道 世人对他们的评价 铺天盖地的新闻 果然没让几个人失望 但画面一转 李约的父亲出现在屏幕上 母亲一脸愁容不停落泪 父亲则恨铁不成钢的指责 并对着镜头宣布 和他断绝父子关系 此后就当他死了 这句话句句诸心 李约冷在当场 东京见子赶紧关了电视 拉克尔回到家刚躺在床上 就接到副读查的电话 因为他曾看见拉克尔签教授的手 此刻就想知道 两人会不会上床 拉克尔难得休息 却被问这么无聊的问题 随口回答 会的 40岁的李约女人 有权利追求幸福 教授听到两人的对话后 猛地坐起身 副读查听后 像泄了气的皮球 因为八年前 两人睡过 但时过境迁 两人只是同事在无其他 并且副读查已经结婚 再提那些沉芝麻烂骨子的事 也没有意义 两人结束通话后 教授也重新躺回床上 脑袋里不知想些什么 镜头给到柏林 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拿出一根针管 正准备抽药注射 东京闯了进来 柏林赶紧将药包合上 东京将枪放在面前的桌子上 柏林见子也亮出了自己的武器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东京居然穿了防弹衣 因为李约的痛苦 来源于父母 父母的反应 来源于抢劫中溅了血 东京此举就是想让柏林和教授坦白 他下令杀了人质 这种情况下 柏林只能拿起电话 教授听吼不停颤抖 这是整个抢劫计划的污点 狭到最终还是成了汉匪 想到这儿 那些钱瞬间不香了 就像你吃的每一口米饭中 都有秘书的鲜血一样 第六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柏林破了杀戒 教授会不会惩罚他 用药为什么不让别人知道 有什么难言之隐还是毒品 拉克尔对教授很可能真的动了烦心 他的爱情之路还真是坎坷 遇到的不是贾宝南 就是劫匪头子 教授会放过节俭他的机会吗 点击关注 待会看下一集精彩内容